只因叶峰敬酒羞辱了包王 包王彻底生气了 话说包王好硬气啊 打叶峰现在都不怕了 而且经常赢叶峰啊 以前赢一次叶峰都是要过年啊 现在赢叶峰已经是家常便放了 您现在看到的这场比赛呢 是包王的一个高光时刻啊 关键还有老板呢 是追加打晕的话啊 进一波酒 进包王酒的话呢 还能够有一些追加啊 这叶峰整场下来 是进了包王起码15碗大酒啊 但关键最终还是输了这场比赛啊 我感觉他的龙二现在有东西啊 他的龙二他说 现在跟这个何俊学了一点点啊 非常有用啊 直播的时候说的啊 没有乱编 哦有空血 好点死啊 卡位出不来 关于叶峰禁酒的话 我们就在下个视频见吧 这把是包王的高光时刻啊 包王不是挨打的人设啊 他也是可以赢叶峰 赢何吃的哟 哎哎哎哎哎 节奏乱了 这都夹不到 有人在说这个是叶峰吗 怎么不像啊 好刚cd 这牵制啊 你闪身有用吗 没有 好这下 这都能抢出来啊 再一个抓呆 厉害啊 太运气了 也不知道他跟何俊交流什么啊 学到了什么东西啊 这个东西只有他们打的时候 细微的一些差别才能看出来了啊 来抽高边 哦哦哦哦 我去这都能抢的吗 兄弟 有机会 有机会 这一步打点有点小问题啊 没有反应过来错位了 好 偷下盘看的很精准 难道是这个偷下盘 偷的多了一点了啊 好 又是命中 放倒 然后打晕 然后 带走 现在霸王打夜空可能算是有压力吧 但是可能没有以前的那种想赢就赢啊 那么轻松自如的感觉了 cd刚一波 好 好复合指定哈 跳c带一个 指定头 嗯嗯 再一个卖血抓 这打法真的有点感觉不一样了哈 卖血 这波想要拉一个抓啊 拉到了169c了 应该是16c的 这马力被打得很难受啊 后边 爆气再抽 再对空 哦哟 好 又是一个卖血抓 厉害厉害 好 关注修修 不易走丢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